大家好,今天要講解的是沙利沃斯齒輪結合編 那在學習這裡之前呢,會建議你先學會了齒輪的規格篇,以及齒輪的建立篇 這兩個呢,再來進入我們的齒輪結合編會比較適合一點 這是為什麼,因為在我們齒輪的規格篇裡面呢,我們要去認識齒輪 齒輪有哪些種類,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的參數 再來呢,我們要認識的是齒輪的建立篇 我們需要有齒輪的3D,我們才能做後續的結合的動作 好,那今天呢,所要講解的就是在沙利沃斯裡面,組合建 它有結合條件裡面有一個機械結合 那機械結合裡面呢,就有齒輪,以及齒條 這兩個等一下後續呢,都會來做講解 好,那要怎麼做呢?這邊呢,我會把它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呢,是最常見的正齒輪 或者是一些斜齒輪等等的,等一下後續都會來介紹 第二個呢,是齒輪與齒條 第三個是行星齒輪 那要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在進入齒輪的結合之前呢,需要先了解一下 它齒輪的中心距 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記得說 在齒輪的認識的入門篇那裡呢,有講解到 好,我們一開始呢,需要了解的是 捷徑,以及中心距 那這裡呢,捷徑的方式呢,你可以用算的 也可以用軟體,數學關鍵室裡面來觀看 好,那要怎麼做,等一下後續都會講解 好,那最主要是中心距 因為我們有了中心距呢,我們才能夠做齒輪的結合 好,因為中心距是影響它 兩個結合之間呢,怎麼去傳動的 那這邊呢,給大家看一個圖 那這裡呢,齒輪會大致上分 我把它分成四種 好,一個是正齒輪 或是螺旋齒輪,或是人字齒輪 然後再來是閃齒輪 齒條,以及行星齒輪 好,那這裡呢,就大致上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是正齒輪,螺旋齒輪,或是人字齒輪呢 它就是兩個齒輪的結徑相加除以2 就是它的中心距 那閃齒輪呢,我們就要看它的 所組裝的裝備的高度 好,那這邊當然,所有的齒輪呢 我們所要搭配的魔術 好,一定要相同 這樣子呢,才能夠做搭配 齒數可以不相同 因為齒數我們所搭配出來呢 會有不同的轉速比 好,那再來是一個 齒輪跟齒條 那這裡呢,就是它的結徑高度 好,就是齒條的 然後再加上一個 齒輪它的結徑 那這邊呢,因為是半徑 所以就是變成這樣子把它相加起來 好,就是它的組裝高度 那這裡呢,就是行星齒輪 那行星齒輪這裡呢,會比較特別一點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外齒 還有太陽齒輪之後呢 我們搭配完之後再來看中間這個齒 好,這邊呢 這個都是我們的捷徑 都是一個虛擬的 好,這邊可能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可能在行星齒輪會比較難想像一點 那沒關係,我們就 好,以這張圖來做一下參考 那等一下喔 在結合的時候會來 再做實際的測試 好,那這樣子 各位看起來呢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那這邊呢 好,就讓大家先去了解一下喔 好,我大致上是分成這四種 那你如果還有不太熟悉的呢 你可以再搜尋一下相關的資訊 好,那我們怎麼做呢 等一下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會以正齒輪來做主要的示範 好,那剩下的呢 就是依照這樣的做法 那其他的示範呢 我可能會做的比較快一點 好,所以在正齒輪這邊呢 各位就來看清楚一下 那首先呢 我會做一個底座 它意思就是說 我把它限制住它的中心 那限制完之後呢 那這邊中心怎麼限制 我們要看一下上一篇的中心劇的設定 那邊那個單元喔 去了解一下 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就來做 同心跟重合 重合完之後呢 我們最終 是要做一個齒輪的結合嘛 那要怎麼做呢 我就直接來做示範了 我先把它抑制掉 那一開始呢 我把底座這個也隱藏起來 這樣比較好觀看 那一開始呢 我們結合之後呢 我們這樣移動齒輪 它是不會做連動的嘛 那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先要思考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轉動它 假設是這樣轉動的話 那這兩個面會碰觸在一起嘛 那我就先把這兩個邊 或這兩個面呢 把它選舉起來 選舉完之後 直接按結合 讓它相切 那這個動作只是輔助說 讓它把它 兩個結合在一起而已 這樣子看起來呢 動畫會比較真實一點 我先做這樣子的 相切 那做完之後呢 再來 直接進入這個 回文針這裡的結合 結合完之後 我們進入了機械結合 裡面有齒輪 點開來之後呢 這裡的選擇呢 我們要選擇兩個圓柱 那這裡呢 我們要看一下我們的順序 那這裡我先選擇 小齒再選大齒 那這邊呢 我們需要了解的是說 它兩個齒的比例是怎麼樣 等一下要在這邊比例做輸入的 好 那這裡呢 小齒是10齒 那 大齒呢 是25齒 那我先大概了解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點選這兩個圓柱 點完之後呢 這裡要輸入比例 那這裡呢 你可以不用去 計算它 你就直接輸入剛剛的10跟25 好 這樣就可以了 輸入完之後呢 你就直接按打勾 好 好這樣子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齒輪的結合 還記得剛剛的相切呢 你可以把它刪除或抑制掉 好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手動來移動它看看 好 我們看到這裡 已經完成了 好這樣子 如果你在移動的時候發現 它的齒輪是錯位的 我再進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表示說這裡反轉 你可能要把打勾取消掉 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好它有可能是 是錯位的方式 好所以這邊呢 我們用手動去拉動它之後呢 然後 我來示範一下動畫 那我就直接以我已經做好的 好來給大家示範 好節省大家的時間 好那直接進入這裡呢 那在動作研究這裡 如果你還沒有學會了 你可以到動畫的入門篇 那邊都有簡易的做法 好我是使用了一個動力 好那直接做 在小尺或大尺都可以 那我就直接播放給大家看 好這樣子呢 它就產生了動畫 好是這樣的形式來做出來 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螺旋齒輪的結合 那這邊的結合呢 其實跟正齒輪的結合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裡呢 我就會省略一下它些結合的步驟 好那就直接用說明的來跟大家講解 好那這裡呢 比較重點呢在於說 我們的中心距呢 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那這邊呢 我們剛剛的正齒輪呢 可以用魔術乘以齒數來把它算出來 那這邊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做 那要怎麼做呢 那假設我們的齒輪的外型呢 是用沙迪沃斯的Trollbox做出來的 那這裡就會非常方便了 我直接進入它的零件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的數值呢都會在裡面 我們就打開數學關係室 如果你不會開啟的話 我們從工具的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數學關係室 在這裡 或是你直接按快捷鍵也可以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呢 裡面有一個PD 我們找到PD PD這個呢就是一個結緣直徑 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這個數值 以及剛剛的那個比較小的尺 一樣 你把它點進你的零件裡面 然後打開你的數學關係室 一樣找到PD這個值 就是在這裡把它記錄下來 那剛剛這兩個PD的值呢 記錄完之後 把它相加除以2 就等於你的中心距了 所以這樣子呢 我們的中心距就算出來了 是非常輕鬆的 那結合完之後呢 一樣做齒輪的結合 那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做法都是一樣的 10尺對25尺 那做完之後呢 一樣是做動畫的播放 或是你手動都可以 這樣手動也是看得出來的 那我以動畫呢 來讓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呢 就把它做出來 那如果這邊呢 細節還不是那麼熟悉的人 你可以去正齒輪那個單元 觀看 那邊有詳細的解說 那就是這樣子把它做出來 那當然人字齒輪也是這樣做的 那這邊呢 我就以這一個來做示範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 要進入的是閃齒輪的結合 那這邊的做法齁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差別在於說我們的組裝的時候 它的組裝的高度是多少 那這邊你可以去參考中心距的單元 或者是你去搜尋一下 閃齒輪 它這邊相交之後 它的組裝高度要怎麼計算出來 或是你要怎麼去設定出來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還是一樣齁 在組合的時候呢 我們最重要的是魔術要相同 一旦魔術相同之後呢 齒形才會一樣 我們的齒輪結合才不會有問題 那這邊當然在設定的時候 你可以 你也可以去設定出它的 結合高度是多少 好 那再來做後續的結合的動作 那這邊一樣齁 我就會省略一些細節 因為做法都是一樣的 那這邊閃齒輪 我是以1比1呢 的做法去做的 當然這邊 可以去設定一下 因為是1比1 我就沒有做調整 那這樣子做完結合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進入動畫來看一下 好 那我就直接把它啟動一下 它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可以把它模擬出來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齒條的結合 那這邊的做法可能會有點不一樣一點 那這裡呢 我就來大概講解一下 它的步驟該怎麼去做它 首先呢 是我們的正齒輪 那這裡呢 我們需要先畫出一個結緣直徑 那結緣直徑呢 就是我們的魔術 乘以齒數 那這邊有標示出來就是 3x10 所以它的結緣直徑就是30 那這裡呢 我讓它顯示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這樣子 我在正齒輪呢 這個零件呢 畫出一個結緣直徑 再來呢 就是齒條 齒條 我們需要知道它的結徑高度是多少 好 那這裡呢 假設你是用薩利沃斯的出路bus 齁 做出來的零件呢 我們可以從數學關係式裡面去看 那我就直接進入這個零件的畫面 好 直接點開數學關係式 那我們在裡面呢 會看到一個 pH 齁 pH這裡呢 就是它的結徑高度 好 那這裡呢 它顯示是10 所以我們知道說它的結徑高度呢 是10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計算出它的中心距了 好 那這裡呢 就是它的半徑 好 這個 30除以2 就是15 15再加上齒條的結徑高度 10 就等於它的組裝的高度呢 是 25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固定座 那這裡呢 我是把它隱藏起來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結合了 那這裡呢 一樣從這個回紋針這裡的結合進入 那從機械結合裡面呢 有一個 齒條與小齒輪 這裡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選擇的是 邊線 好 那這個邊線呢 就是齒條 這裡它有顯示 我們就選擇齒條最底部 這個邊線 再來呢 就是要選擇我們的齒輪 齒輪這裡呢 就選擇我們這個 接緣直徑 那它選完之後呢 那這邊它就有一個 接緣直徑是多少 那這邊就把它輸入是30 那做完之後呢 就直接按打勾 好 那這邊我們等一下還是要去看一下它的旋轉的時候 它的作動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是相反的 我們要把反轉打勾或是打勾拿掉 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假設我已經做好的就是這樣子 那我就把它示範一下 這樣子 沒有錯 這個方向是我們要的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做動畫 那我先把 這個接緣直徑把它隱藏起來 好 那假設這樣子我已經完成了 那我就去做動畫 給它一個動力做旋轉 那這邊 這邊我已經事先把它做好了 好 那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用往復播放的 好 就是像這樣子呢 就可以把它做出這個動畫 那這裡結合條件呢 就是這樣做出來了 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行星齒輪 那行星齒輪其實它的做法呢 是跟正齒輪是一模一樣的 那差別在於說 它要做的齒輪的結合呢 是比較多的 這裡呢 是做的四組 這樣子把它結合起來的 那這邊呢 做法一樣 那就 細節還是讓大家去嘗試 那這裡最主要就是 我們在 行星齒輪的設計呢 該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就是可能比較重點的地方 那這邊因為 可能會比較抽象一點 那在前面的 中心距的設定的單元呢 就有講解到 這裡其實就是 接緣直徑 它的結合 那我們可能在做行星齒輪的時候呢 可能要知道說 我們是要用怎樣的形式 它的轉速比是多少 那這邊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搜尋一下 它怎麼去計算出來 這邊就不探討 那最主要呢 就是 太陽齒輪這裡 通常是會先定義 外齒以及太陽齒輪完之後呢 那這邊 的 行星齒輪就會 被定義出來了 因為這三個呢 會是一樣的 那這邊呢 它的結合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 我們在結合的過程呢 需要去移動一下 看一下 這樣的結合的方式 是不是正確的 有時候可能是相反過來 因為這樣子呢 看起來會比較真實一點 我們看一下 它這邊 旋轉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它這邊結合的過程 這樣會比較真實一點 然後這邊 細節又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因為這邊的做法呢 完全是跟正確是一樣的 那我就直接播放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 它所做出來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跟了解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那我們在做齒輪的結合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前置的作業的 像是說 我們先要了解 齒輪呢 它的基本的參數 以及說 齒輪它有哪一些種類 那我們 在做齒輪的設計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般都是要算它的轉數比 以及中心距 中心距 牽著到它的轉數比 以及說齒輪的搭配 有時候呢 我們的齒輪 可能不是只是單一這樣子而已 它可能是有好幾層的 甚至有一些是有變數的齒輪 做成一個齒輪箱 都是有可能的 那這邊齒輪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那這邊所介紹的是 該怎麼去把齒輪結合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只是一個動畫 或是一個模擬的形式 那最主要呢 還是說 前置作業是非常多的 齒輪的計算 這邊就是比較 專業一點的部分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掰掰 我們就別忘了 一時間到旁邊 還有一時間到晚 吃一個小魚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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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